竹子和水稻能杂交 世界首创到底有多牛 竹子和水稻一个高一个矮 一个硬一个软 谁能想到他们居然可以杂交呢 杂交之后结出来的 到底是有竹子味的大米 还是为熊猫用的矮竹子呢 我国主导之父钟张美 1959年突发气象 决定尝试一下 说起来啊 竹子和水稻来自同一个大家族 河本科 但是呀 他们的亲缘关系实在太远了 想把他们俩撮合到一起 这可是几千年都没人能做到的 忠爷爷为了完成这个七四妙想 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 终于让竹子和水稻成了一家 竹稻诞生了 中华竹稻世界首创 收竹子和水稻受粉 杂交得到的新品种 经过杂交的竹稻 像竹子一样抗寒 身板也更硬 不会风吹就倒 根系发达 身形高大 有的甚至可以长到一米五 一元爷爷在水稻下面成凉的梦 也没多远了 另外 竹稻还能抗叶纹 抗碎纹 农药都不用喷了 竹稻能结稻米 跟普通大米比起来 品质更高 口感更好 不仅柔软 吃在嘴里 还有淡淡的竹子香味 竹稻的优点可远不止这些 给社长点个赞 咱们继续说 竹稻米一上市就卖到天价 是炒作还是物有所值呢 竹稻的稻米出现在两市市场之后 成为了营养保健米的新宠 竹稻米每斤能卖到二十块 相当于普通稻米的七至八倍 竹稻真的值这个价吗 竹稻收青皮竹和水稻杂交而来的 所以竹稻中含有青皮竹的基因 竹稻遗传了竹子中特有的黄铜 具有很明显的抗氧异菌的作用 黄铜在竹稻的体内 就像是一个抗体 有了它 竹稻比一般的杂交道更不容易生病 抗氧化方面 竹稻也远超普通的稻米 如果你在夏天 分别煮一碗竹稻米和普通大米 晾上四天之后 就会惊奇地发现 普通的稻米早就长满了黑乎乎的霉菌 竹稻米几乎没有发霉的迹象 从口感上来讲 竹稻米有嚼劲 米香的味道中还夹杂着淡淡的竹香味 从营养方面来看 竹稻米除了含有抗氧化的竹黄铜 还含有很多微量元素 植物蛋白的含量可以达到10%至11% 而重金属铅含量远低于国家标准 看来啊 这竹稻米卖上天价 或许又涂个新鲜的原因 但打铁还需自身硬 竹稻米还真是有点东西啊 竹稻米的父母虽然并不亲近 但它确实是传统育种得来的 跟转基因植物不是一码事 现在中华竹稻米还是全球首创 但这可不是因为国外没人稀罕 正相反 国外农业专家曾多次到我国考察学习 就为了看看竹稻米是怎么搞出来的 但没办法呀 咱起不早研究得深呢 外国专家还在研究的时候 咱们已经开始推广种植了 竹稻在广东 浙江 重庆 福建 江西等地 都有市种基地 竹稻也非常生气 试验田的母产量都在1000斤以上 咱们全国水稻的平均产量才948斤 市种基地的大丰收 让其他的农户都看到了竹稻的未来前景 由于单价高 产量也不低 江西大禹县的农民 种一亩竹稻收入就2100块 比种普通稻米翻了一番 到现在为止 竹稻之父钟爷爷 已经研究出了很多竹稻品种 比如竹稻香米 竹稻糯糯米 竹稻红米 已经成了竹稻家族了 他说接下来的目标 就让竹稻的产量更高 稻碎更大 竹稻米的性价比高不高 社长说不好 但还真是想尝上两口 要是有机会 你想不想尝尝带竹香的稻米呢 感谢收看海克斯情报社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